烧烤的食物容易让我们致癌 但是如果你烟料选得对 或者是调味料选得对 也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已经有一些研究证实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调 这个烟料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自己烧烤自己本身没有很爱吃 但是有时小朋友会要求 那我们还是一两次要做给小朋友吃 那我就经常想说 用最健康的方式去调酱料或者是腌料 对 因为很多的问题也出自腌料和调味料 没错 对不对 过咸啊 对啊 或者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那我今天呢 其实腌这些猪肉的腌酱 其实你选了鲤鸡肉嘛 这就是油比较少 对对 怕它说它那个哔哔哔哔的 油滑到乱串这样子 我选了奇异果 奇异果腌肉 对 因为奇异果有效素嘛 对对 因为我们用鲤鸡肉 它会比较硬一点啊 那你用那个奇异果的话 肉会比较软一点点 有点像小苏打这样子 对对对 OK 好 然后姜 还有那个葱 蒜头 好 然后这个是醋 白醋 加点醋 那这是BB酱 然后这是梅林 梅林酱 然后这一点点的酱油 怎么做 怎么做就这么简单 全部把它往里面倒就对了 好 OK 两颗奇异果 对 然后这些姜 很多的姜片 对 然后葱 这些都是差不多的量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蒜头 然后这是白醋 白醋 米醋也可以 对 米醋 米醋 这是BB酱 BB酱 然后这是梅林酱 好 酱油是最少的 对 一点点 米醋跟酱油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它梅林酱它有点酸酸的 对对 OK 所以你要它的酸味 对 好 完全不加水 对对 一打就可以了 对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倒出来 好 倒到 好 这是这肉就把它腌制下去 那要腌多久 最起码要一个小时以上 好 这个是腌过的 所以你现在要让我们试试看说 用这样的酱料腌制以后 它到底好不好吃对不对 对 好 所以假装是这是一个烤 你现在正在烤 对对对 因为我刚刚已经在前面有讲过 尽量就是不要用网状的东西 所以我们用个铁板状的 对 铁板状的东西 然后最起码它油不会乱窜 不会乱掉 因为我们铁板上面 还是要擦一层薄薄的油 还是要擦一点油 对对对 烤热的时候比较不会粘锅 对 淋到那个 一点点非常少 好 那我们就 这样子把它慢慢烤 OK 所以我们用天然的蔬果 来当腌料是蛮好的 对 没有错 是已经有很多这样的实证了吗 演艺师 没错 其实以前希腊人 他们就做过说 如果你腌 用一些天然的东西 比如加一些柠檬 甚至加一点点的酒 一点啤酒 可以降低那个益环氨的产量 其实是医学上 可以降低益环氨 对 其实医学上也是有证实 其实用天然食材是最好的 所以你刚刚讲是啤酒加柠檬汁 对 对 其实有那个国际期刊证明 对 我可以补充 就是那个 这是一个葡萄牙的学者 他发表在那个农业 食物化学期刊 然后我是觉得说我们台湾 我们的那个中国老祖宗很有智慧 我们不是都会腌一些酒吗 所以这个葡萄牙的学者 他就是比较那个把肉 拿去腌啤酒 还有腌红酒 然后他去比较看看说 有没有腌过的这种肉 它产生了致癌物 然后他发现说腌过啤酒的 那个腌到四到六个小时的这种 它可以减少八成的这种致癌物 比那种完全没有腌的 所以它是很有效的 其实更有效的是你腌在大蒜里面 如果用两颗大蒜把它拍碎之后 腌在里面腌个四到六个小时之后 它就等于都会在肉的表层 形成一个保护膜 然后它就在烧烤的时候 就可以阻止那些致癌物 因为你想想看 那个有个统计 他们说推估一大块的牛排 一公斤的牛排 经过烧烤产生的致癌物 大概是六百根香烟 产生的那种致癌物 对啊 其实我们有很多证明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烟酱这一部分 加了很多抗氧化剂在里面的话 所以我们当初在烟的时候 用一些天然的水果 像凤梨啊 木瓜啊 奇异果 它可以让肉比较软化 再来我们加一些香料 像义士香料 百里香啊 裸勒类的进去的话 它其实让味道更香以外 其实这些都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 针对我们在烧烤过程中产生的滋油剂 它可以中和掉减少一些致癌物 那胡椒或者是椒类的话 其实也是证明有一些抗氧化在 我们在腌的时候 可以特别把它加进去 所以烤肉的时间拿捏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对啊 很多小孩子 有时候看他们烤肉 他两下就拿起来吃 但是难怪会全部都去挂冰炮 隔天全部都是拉肚子的 所以每次在长羹炎那么多年来 每次中秋节之后 蛮多人都急性肠胃炎 我想很多很有可能就没有烤熟 就这样吃了 或者说食材受到污染 所以他们看了我们的健康2.0以后 就不会了 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把它烤熟 吃着美味又健康 不会肠胃炎 对 我们差不多要烤熟了 烤到差不多像这个样子 要烤到像这样子 对 但是也不要太焦 也不要太焦 好 这个就是烤熟了 其实我们看雷萌老师 他刚才在烤肉的时候 它其实不断地翻 对 这不断地翻 其实是可以减少致癌物的产生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所以给大家试试看 对 好不好 好 现在大家 每一个人前面都有一盘 等了很久 赶快来尝尝 好香哦 对 刚才雷萌老师 很厉害的地方是 它就是刚才在腌制的时候 它是用的是玻璃的器皿 所以我们真的要腌制 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放久的话 千万还是不要用到塑胶类的 玻璃的比较好 很多人为了方便 都是用那个甲链带 像这样子 对 然后就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就放在冰箱里面 放一段时间 对 可是塑胶其实它不耐油 酸还有温度 所以要特别去注意 当我们在做腌制的动作 所以不能来做腌肉用 不可以去放这个东西 有人觉得这样很方便 还这样我高兴的时候 可以揉它一下 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就特别去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塑胶类的 它有一些分类在 对 那这分类就告诉我们 它到底能不能耐酸 能不能耐热 所以像我们刚刚煮好的东西 我们都是用这种器皿去装 它就比较不会因为温度太高 所以煮烤肉的时候 也要带这个 因为很多人都会带那个 因为很多人都是带这种塑胶类的 然后就直接把热热的食物放上去 甚至保力笼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开始已经就软掉了 每次放上去肉的时候 这块就开始软掉了 一个动作就会出现 虽然它在上面是标准说 它是可以耐热的 可是它耐热的那个意思 跟我们讲耐热的意思 是不大一样的 它的耐热的那个温度是说 它不会变形 可是并不代表 它不会四处堵物来 所以当你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你选择的器皿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去做一个参考 那其实我们还是建议你 还是以玻璃类的 或是美奈类的这些装置 会比较理想一点 好 大家觉得刚刚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 对 很好吃 就是那个肉会比较嫩一点 但是我吃的比较没有那么咸 那我现在就做一个天然的烤肉酱 也就是说烤肉酱也可以自己做 然后这样就说 如果你来不及腌肉在那边刷 也比较健康一点 不会像说都是太咸 重渐 那我的食材最重要的就是番茄 牛番茄 我们选两颗牛番茄 把它稍微烫熟 当然它的皮上的茄红素是更多 是三倍 然后我们加点调味料 刚刚那个加了很多的蒜 我们刚说大蒜很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烤肉的时候 一定要蒜 然后为了要让它有一点点味道 我们可以加点通 加点辣椒 这样也是滋味很好 然后它天然的也可以抗发炎 然后加一点这个冰糖 增加一点甜味 然后如果大家 像我的盐会加得非常非常的少 减少 然后我的酱油也加得非常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10cc左右 然后加一点米酒 开水 然后最后呢 我要让它有点粘稠的感觉 我加的是莲藕粉 我们台南盛产的莲藕粉非常好 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营养素 然后可以增加粘稠感 然后这样一起去打 就是非常好吃的烤肉酱 来 好 打得粘粘稠稠的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天然的烤肉酱 颜色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对 味道也很好 那个研艺师帮我们闻闻 闻闻看 好不错 不错哦 这样的烤肉酱 对 这样比较自然 无论是腌肉或者是这样调味的时候 都可以减少它的致癌 致癌性质 那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对不对 吃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小撇步 怎么健康吃 来 吃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挑选 就是一个均衡的营养 那如果淀粉类要挑什么呢 其实我建议大家能够挑一些地瓜 芋头 马铃薯 因为这些都是叫淀粉类 那玉米是跟饭 对 它们都是饭类 那有些人说我用吐司面包 其实我觉得吐司可能盐分比较高 其实一片吐司大概有一公克的盐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那蔬菜的话呢 我是建议可能大家可以选择 比较好烤的 像一些角白笋 青椒 菇类 玉米笋 甚至金针菇都是很好的 那至于我觉得大家通常就是 蛋白质食物真的吃太多了 对耶 那其实它有个量的限制 大概一个人两到三两就够 所以大概四个人吃一斤 那是所有的海鲜类 肉类都放在一起 包括海鲜跟肉类 对 可是大家都 绝对是泡 男生那个雷蒙马上面有男生 对 那可能是经常都会爆表的 那这边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我们一般有海鲜类的话呢 跟一些蔬菜类一定要分开来 肉类跟海鲜类也最好分开来 因为海鲜类其实是比较容易 会有一些细菌污染 那稍微把它分开来 而且海鲜类最好能够 在低温方面会比较安全一点点 如果真的没办法低温的话呢 在家里可以先做个烟的动作 因为盐的话可以抑制一些细菌的生长 那至于呢 饮品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喝一些 鲜榨的果汁会比较安全 像柠檬汁会比较安全 或是一些手冲的茶饮 就自己用绿茶啦 红茶啦 甚至乌龙茶啦 自己冲泡的茶 其实喝热茶温茶会比较好 又抗牙化对不对 对 千万不要买那种 一杯罐装的饮料 因为罐装饮料可能有些 一些含糖料也会太多 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烤肉的时候 我讲说我肉已经吃饱了 就要再吃蔬菜 再吃水果根本吃不下了 所以通常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如果怕这样子的话 把它一起吃 就是你拿个青菜的罗勒叶子 或者是那种蜗具叶子 先拿出来 把你的肉放进去 然后你可以选择其他的 DGI的一些食材 像一些蔬菜水果 或者是你可以增加一些 比较高纤维的 把它放到里面去 然后把它包起来 再一起吃 这样子你营养一样吃得进去 然后呢 饱足感 不会让你吃那么多的肉 大家还有什么吃的小品物吗 就是我的其他一个酱料 就是说 如果是你来不及腌肉 也来不及做那个酱料 其实这个更简单 它是凤梨 蒜头 然后白醋 香油 一点点那个酱油这样子 果汁去打一打 你肉烤一烤你沾这个酱 那凤梨里面有酵素嘛 然后呢 醋啊什么 又可以酸碱平衡啊 所以你... OK 所以也不会让你吃得很腻 对 但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 比如烤鱼的话 要记得鱼头啊 内脏不要吃了 因为我们的环境的荷尔蒙 带奥兴 还有重金属 还有一些抗生素 都会累积了这种内脏器官 然后肉的话 要记得肥肉不要吃 像肥肉脂肪的话 还有那个皮的话 其实鸡皮啊 鸭皮 只要皮都不要吃 都是容易有环境荷尔蒙 环境荷尔蒙 还有重金属 还有甚至有一些什么 抗生素残留都在那边 还有绽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